大學裡面,把親民改成新民 實際上是親世人民的意思 為什麼? 就是這些老百姓不夠新 他很成就,他不如我 所以我們並不贊成用親民這兩個字 我們還是維持原來的親民 親近老百姓,把老百姓放在心中 這樣的話比較有敬意 心這個字,我們現在已經高度的被濫用 而且非常可怕 我們當然知道大學裡面 有心這個字 也有心民的字樣 只不過,他的意思是說 先進移民到我們這裡來的人 才叫心民 已經告訴我們 不令方來 他在他的家鄉不安寧 他才來的 所以凡是來的人都是坎坷不安的 不知道我在這裡能不能適應 不知道我這裡能不能藏酒 不知道什麼他一大堆問題 所以孔子才會講 既來自這安子 其實每一句話 都有他背後的一些故事 都有他當初的願意 我們不要從字面上去解釋 會比較好一些 親民 不是現在所講的順運民意 不是 你看我們中文動不動就講 順天運人 那順天是什麼天呢? 順天禮 天禮何在啊? 天禮也是在變 各位如果天禮是固定的 天就是主宰 如果天禮是不可變的 那人就是奴隸 那什麼叫做天人合一? 什麼叫天人合一? 天禮也是屬於的名義而改變 所以說人 老道願天 天人可笑 是你們大家都要這樣呢? 那我有什麼辦法? 我們要了解 天禮是難民 天禮很難了解 只有聖人才能夠替我們解說 天到底在幹什麼 你看孔子有一次跟他的弟子講說 我不想說話啦 因為我說的話 人家也不想聽 也聽不懂 我在勞告幹嘛呢? 那他學生就很緊張說 老師你在這講話 那我們要引述什麼話呢? 孔子就說 天何言在啊? 老天說了什麼嗎? 沒有啊 意思就是說你們不要老靠我 你要自己去體悟啊 怎麼老靠我呢? 天他是不說話的 因為天一說話 天下就亂了 可是民意呢? 民意也是很分歧的 十個人有十個不同的意見 你聽誰人? 你聽誰人? 其實那些話 對中文都是沒有用的 偏偏外國人還可以 中文的心智肚明 順天應人 是天人合一 要靠誰? 要靠正的人 所以孔子每次都講正 你看什麼叫從正 就是走正道的人 你怎麼去施正 就是走正道 所以說正的正也就是這個正道 老百姓合理的 我們不能不聽他的 老百姓不合理的 我們絕不可以聽他的 這才叫親民 一個人 所謂親 就是有那份情在 你看中文講情很少講愛 愛多半是假的 情才是真的 情才會久 愛是短暫的 所以現在說 愛香火花對火花 一陣子就沒有了 恰恰火花 不然怎麼叫火花 所謂親民 就是要有選核性的順利 民意合理 則虛順利 民意不合理 則不能順利 那麼 現代社會中存在著哪些不合理的現象 我們又應該怎樣去做 天人怎麼會合理 你看現在為什麼世界又變越快 就是人心是變 想求心求變 只要人心快的時候 它天就快了 一切就快了 你什麼時候人心慢慢安靜下來 它自然變動就小了 它就小了 它不可能變那麼快 你看我們現在穿衣服 花樣越來越多 那就是浪費資源 那就告訴你資源快被你們消耗光了 我們現在是過度生產 過度消耗 想把所有資源在我們這一代裡面 跑進 良心何在 要留一點給子孫用 要留一點給子孫做 你把事情做完了 他們就游手好賢 然後就變成典型的敗家子 是父母寵壞的 跟老天什麼關係 我們要保證 我們要保證 老百姓 叫什麼 叫叫化 叫叫化 一個愛子女的人 絕對不需要讓子女變壞 一個愛子女的人 絕對不會縱容子女 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為人民服務 不會說順著老百姓的要求 全部滿足他 那天下一定是大亂的 老百姓 也有各種不同的人 他不是一致性的 他的意見是不統一的 我今天要把這個地方 把他都市更新 其實老城市要變新的 就叫都市更新了 你這裡頭願不願意 有人願意 有人不願意 不願意的 我跟你溝通 我跟你說明 你還不聽 那我就把你鋪上網 你不可以把我鋪上網 我怎麼不能把你鋪上網 你不可以把我鋪上網 我怎麼不能把你鋪上網 因為今天當官的 就怕他的所言 所以會鋪上網 那現在我也知道 你要做定制服 我就把你鋪上網 我不說話 你到家來看 自有公認 自然就搞得他自己 趕快受掉了 你要講方法 你可以用這樣對付我 我不能用這樣對付你 那算什麼公道呢 那不公道啊 我們現在要了解 老百姓裡面 的確有非常好的 而且多數 可是多數的老百姓 他是不敢說話的 他怎麼敢說話呢 你看你的鄰居 大聲吵你敢說話嗎 你說話他吵得不厲害 我經常在各地做旅館 早上三點鐘 又工程就開始了 那我第二天有事情要做 你就打電話 問飯店的值班經理 我說那個聲音怎麼回事 他說我們管不了 因為人家的工地跟我沒有關係 不對啊 那是妨礙公共安民 那不是沒有管的 這是誰敢管呢 你去報案 那你糟糕了 他就把你身份曝露出來 因為他做好人了 然後對方就來找你 你真的不敢管嘛 有法可管 但是沒有人敢出身啊 這才是事實 怎麼辦 其實我講這些象限 不說說只有中國有 全世界不一樣啊 你走遍全世界 他都是一個樣的啊 誰願意為了大家犧牲他自己 誰願意 我今天講一個答案 大家做參考 如果你天天只有權利義務 權利義務 誰都不願意 如果你按照易經的說法 這是你的責任 那你就不會推遲 你就會想辦法去做 我有一個朋友 他當總經理 底下有一個人是在壞 但不可再壞 可是沒有人肯定他 為什麼 因為他的大哥 是黑社會的 老大 誰敢動他 來 最後我那個朋友還是動了他 他怎麼動 他很簡單 他就帶了禮物 去見那個老大 剛開始就讚美 說他在我那裡幫我很多忙 那個老大說你客氣 因為他知道 因為他知道 所以我今天特別來感謝你 他說什麼你感謝我 他還做錯什麼事你告訴我 我叫他來罵 那種人很奇怪 你這樣一來他就罵他 你不可能有他就等你 一切都自作自受 你什麼聲拐個彎 他順順盡盡的 你走直線 你走直線 你試試看 百姓的意見和要求各自想法 故不能一切順盡 那麼在大學裡 可惡是成立 鍾世堂教授 對此又是如何理解呢 這裡是明家論壇節目 王蒙的紅樓夢講說 李健良 金錢的管理 家庭理財的玄機與獻機 王大偉 中小學安全教育首課 明天 僧國班的徐人和用人 徐國靖 找回你的教育智慧 光寒訂購熱箭 0531-8294-6677 8294-7788 三十歲 渴望成功 成功了 渴望三十歲 久違了 這汹涌澎湃的生命 我的太陽 我的深山鐵皮封道 深山 什麼叫做 革悟 革這個字啊 是大學這本書裡面 兩個最受到誤解的字 第一個是德 你如果把德 只當著德性 只當著品德修養來看 那不是大學的意思 那個德又出來了 一切一切要從格物自知開始 很可惜 很可惜我們現在 只會讀物理學 只會讀化學 只會讀數學 那我認為這是非常科學 可是 不知道什麼叫格物 我倒請問各位 什麼叫格物 其實古人用字啊 都是生活上的字 他很少用很冷屁的字 很少 格就是格子 一個一個格子 你把不同的物件 按照格子把它規類 按照格子把它規類 該規哪一個就格哪一個 它就條條有理的 一個人最要緊 就是你腦筋要有格 你腦筋沒有格 所有東西就換進去 它就混在一起了 這個是為人的 這個是處事的 這個是對上司的 這個是對下屬的 這個是對客戶的 這個是對什麼的 你總是把它分一分啊 沒有 斷成一團 你的腦筋裡面 也沒有像參科一樣的 那個智慧家 分人別類搞得很清楚 那就叫格物 格物 是最起碼的功夫 要做一件事情 最要緊是什麼 把他為什麼要這樣做的來龍氣脈 給搞清楚 大家有沒有發現 中國人一生氣起來 就罵人 你吃什麼 你跟什麼吃的 意思是你你的工作 指掌表明都沒有搞清楚 這個 預金告訴我們 除了十以外 最要緊的是那個位子 一共就是十位 十位 其他人把它說空間跟時間 時間 空間 時間 空間 同一個時間 你是在不同的位置 可是你的位置一固定下來 你就很難改變 所以人到底要不要定位 要不要定 其實我們已經講過了 定就是不定的意思 那你坐在這裡 眼睛看到那裡 等你排到那邊 眼睛看到那裡 那你永遠不存心 永遠不安心 那也不對 你看講到這裡 我們就更清楚那個分 分就是度的意思 你要掌握那個度 稍微貴一點點就不行 稍微不貴一點也不行 這樣就對了 親民 他要有一種功夫 就是要格務 了解老百姓內心深入西放什麼 大家一個老百姓沒有飯吃的時候 他告訴你吃飯最重要 其他都不重要 那你不要相信他 因為等他吃得差不多的時候 他又不可能 他又開始要挑這個挑那個 這才叫以時即進 不才叫以時即進 以時即進 就是老百姓的名義 它是隨時像那個波浪一樣的 起起伏伏 隨時在改變 你要走在他的前面 又不能太前面 你離開他太遠 他又不舒服 你跟他貼近 他覺得你太慢了 你跑到後面去 他就關你了 難就難在這裡而已 因此必須要什麼 必須要有完整的預測 計劃 然後分期 還要跟老百姓溝通 因此呢 我們提出兩個字 是 清明的主要目標 哪兩個字 叫做安足 中華文化裡面 講的是安跟足 你要安百姓 你看孔子講安百姓這件事情 連搖順都覺得很困難 都沒有把握 因為它是高度困難的事情 但是我們一定要把長遠的理想把它設定下來 國家要富強 百姓要安足 富強跟百姓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什麼關係 安是 安是什麼意思 那麼生活很安定 社會秩序很安寧 大家心安理得的和諧相處 和諧 和諧是安寧的基礎 所以你看我們安寫在和的上面 安和樂力 安和下面一定有樂力 力是基礎 所以很多人他說安和樂力 那安很多人要力這個東西 不可能 不可能 力是基礎 只要老百姓感覺你不利於他 或者感覺他沒有得到合理的利益 他根本是不安的 他不可能安 所以安和樂力是個字 事實上利是基礎 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利國利民 讓他有水喝 讓他有地方住 讓他交通便利 你要還是個利 讓他可以做生意 可是利呢 要看上面樂不樂 使大家樂的利 就是正利 使大家不樂的利 那一定是協力 我們拿交通來講 我們的交通有沒有辦法解決 答案是沒有辦法 一種 我們接受了一個錯誤的觀念 這個觀念是美國人給我們的 不是英國人 英國人不是這個觀念 英國人什麼叫交通 是說你下了公共的交通工具之後 你還要再走一段才能到家 這樣叫交通 每個人都一樣 每個人什麼叫交通 就是一部車把我送到家裡面 那叫交通 各位理想要哪個對 我們應該盡量發展公共交通 然後每個人要知道說我下了車以後 我要走一段路才能回家 這是正常的 對大家不好 真的不是 啊 啊 父送到家 那一定永塞 怎麼不永塞 啊 我們又說馬路寬啊 交通就不永塞 這是錯誤的觀念 馬路又寬又永塞 因為馬路又寬又永塞 你敢開大車你就死在這裡 可見親民不是討好老百姓 不是 不是什麼順從領域也不是 而是要教導 讓他懂事 讓他知道整個大局需要什麼樣的 不可以自私 隔路就是要清楚自己的位置和職責 然後隨時調整 與時俱進 這樣才能更好的親民 那麼接下來 曾志成教授還會提出哪些建議 我們現在提出一個建議 讓大家去參考 我們是在親民中 我親民 這樣就對了 我親近馬路寬 我盡量的服務 但是在當中 我隨時隨地 要教導他們 你這樣不行 你這種觀念會害死大家 不是害死我 還是我沒關係 你害死大家那不行 這就是真正的 為人民服務 馬路寬喜歡便宜的 我們就賣他便宜的東西 那我怎麼活呢 我就有偷工減掉 就是必然的 馬路寬又要這個 他又不出錢 那我之後 與次充好 那倒楣是你 這個不叫親民 這怎麼叫親民 我很簡單 我賣回照 你願意出去多一點錢 我就給你包裝漂亮一點 你要省一點的 我就不包裝 我就一個一個打到這裡 質量是一樣 但是包裝費我省下來 你就少出錢 你拿了 你再要小一點的 那我做小塊的 更便宜 你省一點用 這才叫親民 那什麼叫親民 沒有 我們現在就是哪市場導向 哪顧客之上 把它變成美麗的謊言 這叫做純心不良 這不叫做親民 我開一個公司 我面對不同的顧客 要嘛我只做這一層 其他我不要 其他你們去做 要嘛就是我本身產品 我分本級 我不能在這裡混 不能在這裡蒙騙大家 不行 政府 能不能使每一個人都滿意 答案是絕不可能 因為每一家每一戶 自己都要爭氣 你不能躺在那裡 完全靠政府 哪裏做不了的 你不能因為你一師之力 你就浪費了全民的資源 不可以 所以 當天氣不好的時候 你家的小孩要去登山 那是你家的事 那是出的事情 國政府不救 你要救付錢 付不起錢活開 沒有人敢講這種話 因為大家都要討好所有的人 大家為了你們家的小孩喜歡爬山 動員這麼多人去救他 這個錢誰出 老百姓誰收出 你忍心這樣 你忍心這樣 可是從來沒有人敢講這種話 都覺得是應該的 這是照顧老百姓 那算什麼 親民 那最後就害死老百姓 認為我的所有一切 政府都應該負責 誰跟你負責 你家沒有父母嗎 你可以不爭氣嗎 你可以躺在那裡 讓所有人來抬你嗎 沒有人敢說這種話 那糟糕不糟糕的 為政 就在那個政 政包括政器在裡面 你要贏一股政器 老百姓江山時候不諒解 但是事後會覺得 你才是對的 因為公道自在人心 所以 親民是要講究方法 要講究方向 更要講究方式 我們把它叫做 上方 現在的人就是 方向 摸不清楚 含含糊糊 然後方法不講究 我說一句很清楚的話 當你感覺到做事情很困難 你就應該檢討 你的方法是不正確的 這方法正確都是很輕鬆愉快的 你什麼難 天下有什麼難事情 你的方式有問題 你的方式讓人家沒有辦法接受 你明明是好意 人家沒有辦法接受 那方式有問題 所以你要把方向定好 你要把你的方式找到合理 還要講究有效的方法 我們下一次就要來探討 到底什麼叫做相反 就要來探討